好,我们来看立体1 立体1就是要找因素跟这个因素的应用 第一个呢,请找出24的正因素 并且呢,由小到大排列 好,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之前有说过了 这个24你要找因素呢 你就用乘的比较好找 你用除的话呢,你要除很多遍 那从最小的正整数最小的1开始找 因为这个1呢,是所有的整数的一个因素 24等于1乘以多少呢 其实就是24除以1的1次 它等于1乘以24 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有的每一个正整数呢 它都一定会有两个正因素 一定会有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1 一个是他自己 也就是说它的本身 比如说这个24好了 它就有两个正因素 一个是1 一个是他自己24 就这样 所以呢,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为什么从1开始写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每一个正整数都有一个正因素 就是1 而且这个1呢,是最小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呢,就是他自己 好,再来继续往下找 1找完了,找2 好,2乘以 也就是24除以2 等于12 好,再找3 24除以3 等于8 3,8,24 你也可以用这样想 那再来找4 4,4,6,24 或者是说24除以4等于6 好,再来找5 诶,5没有办法 这个 整除24 那再来找6 6已经重复了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就找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里呢,我们就知道24的正因素 由小到大排列 最小的就是1 再来是2 再来是3 再来是4 再来是6 再来是8 再来是12 最大一个就是24 好,这些都是24的正因素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右边这一题 再看右边这一题 有一个正整数N 这个N呢 所有的正因素 由小到大排列是这样 请问 这个题目是 这个N跟A跟B是多少 这个题目呢是 这个基策 曾经考过的一个题目 这是考你观念 有一个正整数N 所有的正因素 由小到大排 从刚刚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由小到大排 最小的一定是1 最大的一定是他的自己 而且呢 我们从刚刚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发现 1乘以24 第一个乘上最后一个 它会等于 这个正整数24 第二个乘以倒数第二个 也会等于24 你看从这个地方看 你就知道了 第三个乘以倒数第三个 第四个乘以倒数第四个 都会等于 原来的这个正整数24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了 好 1乘以N 这就是N 好 还有呢 2乘以12 也是N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马上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N 你就算出来 答案是多少 24 也就是说呢 它要找的就是24 4的正因数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知道 这个N呢 就是24哦 好 再来 1找完了 找2 2找完了 找多少呢 找3 3乘以多少 会等于24呢 3824 所以A就是3 那再来这个C就是 把这样乘起来 刚好是24 3找完了找4 4乘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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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24 所以呢 这个B就是4 4乘以6 那接下来5 5就没有不是24的因数 那6已经重复了 所以24的正因数就是 1 2 3 4 6 8 12 24 那我们就知道 答 这个N呢 就等于24 这个A呢 就等于3 那这个B呢 就等于4 那其实你如果还要算C C就等于8 这个题目呢 就这样完全可以把它破解 最后呢 我发现什么呢 我发现两个大秘密 从这个1 2 3 4 6 8 12 跟24 这边呢 是24所有的正因数 在24所有的正因数里面 我们就知道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呢 最小的一定是1 第二个呢 最大的一定是他自己 那事实上还有 还有第三个重点是这样 就是说 前面和后面 乘起来 全部都会等于24 前后两个乘起来 全部都会等于24 这是 我们从这个地方 发现到的三个秘密 我还要做一件事 我们在这边 我们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让一件事 我可以让你 我们从这个地方